吸血鬼的战力实在太恐怖了 粤鬼族百人小队围攻鸣鼓吸血鬼贵族 仅克劳利一人直接歼灭对方九个小队 俘虏25人为诱饵 准备活捉对方指挥官 红莲自知同伴要救 但又不能看着陷阱往里踩 于是决定先撤退制定计划 他们既要吸引注意又要争取时间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以为他们就是大部队 红莲的小队和深夜负责攻击 明海和小雅小队负责营救人质 时间仅限五分钟 时间一到不管成功与否立刻撤退 前往机场与其他部队会合 机场所有运输直升机和指令文件 导师只需按照指令行动 敌人完全没动静 他们只好主动进攻 通过武士的幻术 让对方认为他们的进攻部队有200人 红莲说得轻巧 要做到这种程度 必须要非常靠近敌人才行 时间紧迫 明海和小雅小队决定分头解救人质 就是说啥事不好 非要在主军面前立下绝对不会死的巨型flag 行动开始之前 小雅再三强调 作战时间仅为五分钟 时间一到 不管是否救下所有人 必须立刻撤退 尤其是小悠 就算因此要抛弃同伴 也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作为指挥官 他不希望同伴 因为他的判断失误而牺牲 随着塔罗的一声巨响 作战正式开始 红莲带队从正面突破 早就埋跑的吸血鬼蜂拥而上 正好进入武士的幻术圈 和虚拟的士兵搏斗 明海和小雅队趁机救人 红莲三两下高高跃起 直冲克劳利 对方无比轻松的挥退了他的刀刃 红莲又趁机在空中转身 扔出数张气暴风 却没想到 克劳利根本不受符咒影响 一把拽住红莲的手腕 然而深夜早就埋伏在一旁 趁机将枪对准了克劳利的脖子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克劳利反手将红莲甩向深夜 两人齐齐砸穿地板摔到楼下 楼上的动静自然已引来了 楼下救援小绝的关注 明海不忘任务继续救援 美诗想要冲上去 被武士拦住 他们现在上去只会听论而已 小游说什么都服要去救红莲 在队友的催促下 萧牙下令腾出三分钟支援红莲 红莲和深夜被刚才的一击打掉了半条命 克劳利比一般的贵族要强上太多 怪不得九人小队全都被灭 但至少他们成功引起了对手的注意 现在要想办法逃走了 话音刚落 克劳利就从窗户上跳了下来 挡下红莲的攻击就跟玩一样轻松 红莲拼尽全力的攻击根本不起作用 于是猛的跃到半空 珍珠之夜的力量爆发而出 深夜也跟着打出一枪 克劳利轻描淡写的挥剑格挡 回弹的攻击撞上深夜胸口 克劳利刚想嘲笑两句两人攻击单一 转头一看 居然趁热逃跑了 发现身后没有追兵 深夜以为顺利甩开了对方 没想到下一秒克劳利破墙而出 红莲一把推开深夜 自己却被克劳利捅了个对穿 对方并不想杀他 而是准备活捉 红莲当机立断 让深夜放弃自己接受指挥 趁着克劳利没有对深夜动手的想法是赶紧逃 而就在此时 克劳利面前的地板猛的裂开 小悠从下层冲出挥刀 砍向克劳利 克劳利反手竖起剑刃格挡 随后一个转身 长剑横砍向小悠 军月拦在小悠面前 接下攻击后 迅速侧身躲避 羽衣张弓射出三剑 三叶挥舞巨佛 天字燃起蓝色的火焰 收响克劳利 克劳利掐着红莲的脖子拦在身前 让小悠根本无法下手 小悠退后拉开距离 阿诸罗观音张开直冲克劳利 克劳利甚至自久的没动手 齐斯和逢就为他解决了障碍 在两位吸血鬼的攻势之下 他们完全无法近身 克劳利的实力实在太恐怖 而他才仅仅是吸血鬼的第十三位师祖 红莲嚷嚷着让他们马上撤退 被克劳利闲吵砸到了墙上 他认出了小悠是在心速乱喷石油的那位 这是费里特的研究对象 他还不能杀 还想往前的小悠被军月和鱼一死死按住 敌人的援军即将到达 而且救援的实现已经到了 即便万般不情愿 深夜也只能放弃红莲带队撤离 其四个缝想要追上就活捉小悠 滚烫的岩浆突然涌到面前拦住了去路 场景一转 他们居然处在了汹涌的岩浆里 能入侵吸血鬼贵族脑孽的幻术 这绝非是人类该有的力量 红莲小队借着幻术的掩护 试图偷袭克劳利救下红莲 然而当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到一定的程度时 这些小把戏就如同虚舍 轻松制服小队后 克劳利逮着红莲就是一顿揣 武士只好一狠心加强幻术 用岩浆阻挡视线全员撤退 克劳利横空批出一剑 轰碎了整栋大楼的外墙 幻术被破解 红莲救援计划失败 色谷地鬼军大部队 在忠莲人的指挥下快速集结 这是事关人类的存亡之战 绝对不允许失败 于是中司令派出了次子 曾志郎前来监视长子 然而忠莲人从一开始 完全没打算服从最高司令的命令 他压根不打算在关东应战吸血鬼 曾志郎质问忠莲人到底要干什么 违逆上司私自出兵 说着就要逮捕忠莲人 结果一转头 自己的两个手下已经被三公杀了 不过他并没有杀弟弟的打算 只让三公将征制郎关进牢里 在今天他即将拯救世界 明古屋 深夜强压着不断挣扎的小幽撤退 将他甩给小雅安抚 别忘了他们开展之前约好的 不管发生什么 时间一到就要撤退 深夜和红莲相处的时间 要比小幽长得多 狠心扔下红莲撤去的深夜 才是最难过的人 但这并不是抛弃红莲 别忘了红莲说过的话 他们不止要活着回去 所以他们必须要继续执行任务 首先他们要和明海小队会合 他们应该已经顺利解救了人质 在潜伏地点等待指示 为了完成任务就要抛弃家人 小幽无法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连这一点信仰都无法维持的话 他们又该为什么而活 小幽刚到地鬼军的时候 经常会在半夜因为噩梦哭喊出声 每当他半夜惊醒 红莲总是会及时的出现 在一旁看着文件陪他入睡 小幽问红莲为什么要救自己 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被亲生父母追杀 孤儿院的家人也死在了吸血鬼手里 他活着没有任何价值 活着太痛苦了 红莲说自己也一样 他曾经也没能拯救重要的人 至今仍在这个世界难堪的活着 过去未来他会被某人说需要 所以只要静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就好了 如果觉得痛苦 将痛苦化为动力去猎杀吸血鬼 只要活着 总有一天能找到活下去的动力 届时一定会有需要他的人出现 回想红莲对自己说的话 小幽掏出药盒 如果不能拯救家人 他宁愿去死 小雅来不及阻拦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幽咽下两颗药 小雅急得一个劲拍打小幽的后背 让他赶紧吐出来 他今天已经吃了两次药了 再吃会出大问题的 结果刚说完小幽就出事了 小幽捂着嘴吐出大口鲜血 深夜大骂小幽傻 让红莲小队先去和明海队会合 自己赶紧给小幽催吐 小幽爆发将控制他的人猛的弹开 随即残叫着倒在了地上 小雅紧张的扑上去检查状况 惊恐的发现小幽的心跳停止了 米家来到市政府 发现这里曾爆发过一场大战后 毫不留情的一刀秒了不下 也不管克劳利的情况 转身去找小幽了 大部队的转移行动正在紧张的进行 不仅是部队 周本人还带了某个实验体前往战场 而那个实验体 就是他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 潜意识里苦苦挣扎的小幽 再次要求阿朱罗湾给自己的力量 不仅小幽的欲望就是他的粮食 阿朱罗湾没有拒绝 他指出小幽吃的药不好 那种药会抑制他欲望的同时 强行让鬼咒失晓 没有任何代价 光靠药物变强是不可能的 小幽问阿朱罗湾自己该怎么办 却被告知已经晚了 他服下药后内脏破裂 已经当场死亡 即使是阿朱罗湾的再生能力 都无法帮他复原 然而阿朱罗湾画风一转 小幽确实是死了 但还没死透 他体内的天使在外围细着他的身体 小幽一回头 发现地上躺着一把长号 阿朱罗湾摁住想要爬过去的小幽 天使的秉性比鬼还要恶劣 小幽的心脏又开始了跳动 恢复成这样 他也能进行修复了 但小幽根本不听劝 着魔一样冲着长号就去了 阿朱罗湾拽住小幽 伸手捅进了他的心脏 与其接受天使 还不如接受他 他会给予小幽力量让他复生 小幽的体内 现在还有三颗药在发挥作用 如果只是三分钟内 他就能避免化为鬼 并同时使用他的力量 随着阿朱罗湾的一声大喊 小幽猛的睁开眼 突然的诈尸 吓得队友目瞪口呆 更别提对方睁了眼 就往外跑 拦都拦不住 有了阿朱罗湾的力量开挂 小幽跑得飞快 比拥有立体机动装置都要丝滑 几秒钟就跑回了市政府 此时的红练正在被严刑拷问 克劳利对人类拥有的力量很感兴趣 红练当然不肯说 随后就腾一声巨响 小幽破开窗户冲了进来 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直冲折磨红练的棋丝而去 棋丝根本来不及反应 如果不是克劳利拦一下小幽 他估计就要命丧当场 感受到小幽身上 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 克劳利来了兴趣 小幽跳远之后 展开三刀观音 克劳利也第一次动用了剑的吸血装置 今次贯穿手掌 变成血红的剑刃 一刀横斩而出 小幽高高跃起冲向克劳利 然后被对方一拳砸进了墙里 然而小幽仍然没有倒下 他持刀从烟雾中冲出 克劳利无奈 然后一箭挑飞了小幽的刀 小幽大惊之际 锋利的刀刃已经到了眼前 然而就在这轻轻一发之际 克劳利却突然停了手 原因无他 红莲挡在了小幽的面前